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行我九个舞传在台湾的 你很喜欢跳舞吗? 对啊 你做什么工作? 我是个辅导师老师 真的? 所以跟那个人籁第73期的主题有关吗? 我觉得相当有关系 谢谢 你的工作跟那个舞蹈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很不同 因为 虽然我从小学舞 我从小学到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 至世的舞蹈之外 身体可以去表现的东西 表达的气感 其实有更多更多 所以当我后来决定要当一个舞蹈治疗师的时候 我才发现它不是就只有教人 效果这么简单去见识 舞蹈治疗跟舞蹈教育最大的不同 我想就是在于 我们并没有一个特殊的 一个制式的 一个制式的缝 去教小朋友 或教来学的人 第一个步骤要怎么样 第二个步骤要怎么样 基本上 每一个进来我们自然的个案 我们都是独特的特殊的 治疗师会阴隐个案 就有点像是心理疾伤师 跟个案在对话一样 那我们 只是我们的对话当中 除了语言之外 多了 肢体 多了动作 你每一个动作出来 都是 舞蹈 哇 很奇妙 对 其实舞蹈 不是只有某一种形式的动作 才叫做舞蹈 那如果说你去单 因为舞蹈治疗里面 舞蹈治疗是英文的 and movement therapy 着重在的是movement上面 其实每个人 每个人的动作 它结合起来 都有它背后的意义 甚至是你腾起你肢势力的一个 意义 都会显示在你的动作上 我们过去 从小到大 甚至从大股娘胎里 做 呃 经历到的事情 身体都会老老的气下来 比如说有些人一开始紧张 会有脚手 搓手 这些都是动作 那从这个小小的动作里面 也许 我们就可以去反映出来 个案目前的状态 也有这个反映 去让个案了解 也让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情绪 其实舞蹈治疗适合的对象 是 应该来说 它都很适合 它的应用范围极广 那唯一的 唯一的 可能所谓的限制 就是在于 可能 有一些人 可能真的 对自己的身体 很 不适应 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说 这个肢体去跟人家不动 那这个 我们可能就会 需要慢慢的来 不能说 一下子开始照镜 一进去就 跟他开始使用肢体 开始做交流 那有一些 像孩子 尤其是儿童 儿童因为其实 往往孩子的预言 发展 其实都在动作出来之后 所以其实这个 动作反而会 对孩子来讲 是很好的一个 治疗的媒介 尤其对一些 受过创伤的孩子 有一些 甚至 甚至成人 他在 我试的时候 可能收到一些创伤 这些创伤 会不其他能够 想得出来的 可是其实 动作里面 都会 透露出来的 我 可以 藉由 舞蹈动作治疗 这个方法 对 他进来了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孩子 他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 我们会给他 比如说 不同的 不同的 接触的刺激 不同的 动作的方式 有的自闭的孩子 他可能有很多 的固着性的行为 他可能会一直 前后的摇动 然后 我会陪伴他 前后摇动 可是 我会在我的 前后摇动当中 再加进去一些 其他的动作元素 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孩子 慢慢慢慢的 他会模仿我的动作 他也开始 会去改建 他的动作的 附着的模式 所以你可以帮助 这个 小朋友 折批针 好动 就是把自己 将来的生活 变成了一个 美好的舞蹈 对 对 可以这么说 谢谢给我们分享 谢谢